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喬 我現在在玩的遊戲是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那現在呢我們在塔奇伊哈巴諾神廟這邊 我們用通天樹上來之後呢 看到了一個新的鳥望台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附近都是水 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直接過去 然後這邊我又看到一個神廟 我們先把它做釘起來 那這邊要過去的方法呢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火箭盾 像現在我林克的身上有背一個火箭盾 那如果你沒有火箭盾的話 你可以到空中的 南海拉魯天空諸島這邊 它有一個扭蛋機 裡面就有火箭可以去扭 那我直接用火箭盾升空 然後再飛過去鳥望台 好然後我們就飛來這邊附近 這個是拉布拉山鳥望台 過來 過來以後我們就打開 打開以後就能做調查 那我們就準備升空 按調查 給我吧 好久船 可以嗎 來吧 好久船 好久船 那оном 那我们就登陆了这边地上的地图 还有空中的地图 好的,那我们先开启滑翔伞 然后往空中这个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岛屿 我们先把它用图钉钉起来 然后我们就往它飞过去 可以改用俯冲的 然后一样往这个目标前进 这岛上有很多象羊草 我们先把这边的素材都剪一剪 有闪耀果跟象羊草 应该都拿完了 好 那我们就来触碰这个机关 就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光圈 那我们朝这边前进 这个是测试勇气之岛 在海拉鲁丘陵的上空 那我们就是要从这边跳下去 那我先存个档 那我们就按A跳下 我们要对准光圈一个一个往下降 自己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然后小心不要撞到岩石 可以用滑翔伞慢慢微调 要注意不要偏离光圈 那这样就成功了 就会出现神庙的水晶 好 那我们就先游上岸 然后这边一样有扭蛋机可以扭 左纳屋胶囊可以扭 那我一样找五个左纳屋的能源 然后放入 好 我们拿一下这里的装置 那我开一下地图看一下 这边有四个左纳屋装置可以拿 热气球 风扇机 便吸锅 还有计时炸弹 好的都拿了以后 我们就去开神庙 像羊草一样记得 可以拿就拿 因为之后有一些任务可以用得到 这个神庙 这个神庙叫塔乌恩喜悠神庙 那我们进行调查 这个神庙叫战斗指导工的精髓 那我们就进去啰 进来以后可以看到一个魔像 在空中拉弓可以提升专注力 就可以在这个期间射穿敌人 其他攻击在此处无效 那他有告诉你要拉弓箭的话 就是按ZR 然后按ZR放开之后 他就会射击 那我们就到这个 有风扇的地方飞起来 然后用弓箭 射击 然后就会出现 又出现两只魔像 他叫你继续射穿所有敌人 我们可以瞄准他的弱点 去射击 完成 那我们来捡这里的东西 魔像之宫 看一下我的弓箭 这里有木箭十个 都是魔像之宫 那我们就不拿了 佐纳乌能源 佐纳尼乌母之剑 看一下武器带 都是6 那就不要了 好 我们来开宝箱 魔像之强弓 只有11 那我们把魔像之弓换掉 这个 之前应该有拍过吧 有 好 那我们就来离开神庙 那我先看一下这附近还有什么东西 沒什麼東西 這邊也有金利草 象羊草 天空蘑菇 一樣有很多金利草 樹上 沒東西 然後這裡 有一個小遺跡 拿斧頭看一下 沒東西 有蛋白石還有天空蘑菇 還有蛋白石 那我們回來 神廟這個地方 這裡可以看到有一個管家魔像 我們下一集來跟他講話 那這一集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 然後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囉 就說 OK 我們下集合 心裡 公子 我們下集合 我們下集合